问一下这个张明卫 张明卫是毒理学专家 你怎么观察现在的病毒的发展跟变化 其实这个病毒呢 其实有三个最重要的一个期刊脉络 其实可以寻找 我这边特别把它写下来 就是在1月29号的时候 在这个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面 他已经把这个新冠病毒 要特别强调新冠病毒的这个DNA序列呢 他跟SARS来做比较 那当然在这个期刊里面呢 他把这个可能致病的那个四个 像刚刚江医师有讲到 那四个手叫做S蛋白的东西 把它列出来 但是他里面很明确的说 他的database是没有的 就是世界上找不到这四个东西 然后那接下来呢 在紧接的才一天而已哦 就在1月30号的时候 在这个赤裸针 叫做Lenset的这个期刊上面 他就发表到这两个东西呢 其实高度相同 但是这两个期刊 其实他都是从武汉 这个病毒研究室里面所出来的 的研究 而且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 他非常短的时间 就可以刊登上去 大家知道 这两个期刊的那个 期刊的点数非常非常高 基本上来说 一般人做10年 20年的研究 可能都上不去 但是他们可以在短短的 几个月之内 就可以刊登上去 好 这两个期刊呢 很明显的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很奇怪 而且他特别的强调说 他可能是演变出来 可能哦 但是他并没有实质的证据 但大家知道 这个整个生物的脉络 要演进出来的话 他一定是整个DNA 整个序列一起改变 他不会只改变 这刚好这四个点 而且这四个点很特别 我们把这个 这四个点的这个蛋白质 这个序列把它拿出来 然后转化成蛋白质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这个东西 它就是攻击人类 细胞的那个手 所以他哪有这么刚好的 就是这四个东西突变了 然后这四个东西 就是攻击人的手 然后那刚好 就我们刚刚有讲到 这个印度人 所发表的这个期刊 叫印度文章 他刚好就在1月31号 这个地方写错了 31号发表 对 他刚好发表了两天之后呢 他里面就讲到了 他用的是 怀疑这四个手 是艾滋病的 病毒的来源 对 然后那刚好呢 因为这两天的压力很大 所以印度人呢 就把它撤稿了 那当然原因 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好 那所以其实 大家都说这个 高度怀疑是合成的 其实我们根据这些文章 那当然最近这个2月多 从1月底到2月多 其实也有蛮多的文章 也都是透过这种短期 然后刚好是在热点的情况之下 就刚好发表了 而且都是在非常好的期刊上面 所以大家都会怀疑说 这个是不是合成 其实就常理判断 除了中国大陆的单位 没有认证之外 其实我们都高度怀疑 好 所以以你个人的专业判断 你认为合成的几率很高 几率非常的高 好 那当然外界事实上 网路上有很多这种 追踪拼凑真相的说法 其中一个怀疑是外泄 那当然外泄有分 蓄意的或者无意的 可是无论如何外泄 也可能是 其中一个发展的原因之一 对 当然外泄 我们就必须要讲到 讲到这个P4实验室 那我想大家可能一般人 都会想到 哇 P4好像很厉害 都是听说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 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来说好了 就是这个P4呢 等等先说说 P2 P3 P4 就是这是2 3 4 那这等于是三种规格 好 其实应该是 这三种规格的实验室 通常有什么差异 其实应该是四种 有P1 P2 P3 P4 那P1呢 它通常就是养一些人类的细胞 所以我们一般的人类的动物的细胞 可以在P1 这个是无伤的 那P2就是 什么叫人类细胞 人类就是 人类生殖的那种 那个就是P1 那个就是P1 那P2就是细菌 那像比如金黄色葡萄球菌 出血性的大肠杆菌 就是P2 那我打个岔 那感染科医生有的时候 在培养细菌 然后厘清病人受什么感染 那个就是要P2实验室的规格 对 至少P2 然后那P3呢 就是一些比如说冠状病毒 像比如说病毒类的 就是必须在P3 那P4就是比如说超级病毒 或超级细菌 就一定要在P4 就是里面有很多内容物 像比如说它的DNA 它的基因序列是未知的 我们都不晓得 它到底会发生什么状况 那就是在P4 所以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来说好了 P2就是呢 蜜蜂可以飞进去 一定出不来 那P3就是蜜蜂飞不进去 P4就是蜜蜂身上的细菌也进不去 就是这种概念 对 所以基本上来说 这个实验室呢 而且就针对这个P4来说的话 它的等级规格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它像比如说 它的进去的水跟出来的水 都一定要有特别的处置 还有水用料 还有一些的一些耗材使用 因为它做实验需要有一些器材 都必须要有特殊规格的消毒 然后才能进去 那当然它里面的风向 我们大家最近都一直听到 比如说负压病房 其实它那整个P4实验室 它就是一个大的负压病房的概念 所以它的空气流向 负压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空气流向 是一定要同一个走向 它绝对不可以有逆向 所以就像是 你病人在最里面 你这边是健康的人 你里面的人 他绝对不会因为 他的这个讲话啦 悲莫 然后影响到这边健康的人的概念 所以它单一流向的 所以基本上来说 说我在打个操 你刚讲说 我们最近一直听到 负压隔离病床 就是说那个病床 它是完全独立隔离的 对 没错 那那个就叫做负压隔离病床 可是以P4实验室的标准来讲 它事实上就是一个负压实验室的 而且是一个超级负压实验室 它是完全隔离的 如果大家有看过电影 像是那个厄灵古堡的话 它其实这个设计概念 就很像是那种概念 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空间 所以我们如果说怀疑它是人工合成的这个问题 那倒不如可能可以去怀疑说 它会不会是人工外泄 因为说实在里面的东西 基本上是不可能出来的 对 所以基本概念是这样 那我问一下张明威 你怎么观察 这一次台湾因为中研院 也去做这个瑞德西韦的合成 那事实上一般人对于病毒跟病菌 是分不大清楚的 那病毒会对人体造成的影响 跟病菌可能对人体造成的影响 事实上本质上也不大一样 对 就是大家如果说 最近买这个什么干洗手 或者是这些东西 它其实上面都会写说 抑制细菌的几率 可以写出一个明确的数字 什么99.9%这种东西 但是抑制病毒 它绝对不会写数字出来 对 就是本质上来说 细菌跟病毒不同 因为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细菌它是有生命的 然后细菌它会从1变成2 2变成4它会越来越多 但是病毒它在空气里面 它在比如说桌子上面 它不会增加 它唯一会增加的机会是 它当它找到了一个宿主细胞 就是它跑到我们身体里面去 感染了我们的细胞 然后在我们的细胞里面开始生长 生长了然后到足够了以后 它就跑出来 然后再去感染下一个宿主细胞 所以它用这种方式 然后越来越多 所以实际上 我们如果说真的要让它 被杀死或者是限制它的话 就必须要有真的 一个有效的药物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市面上所看到的 不是说我在泼冷水 就是这些很多的这些产品呢 说真的它可能可以抑制 或者可能可以让我们心灵安全一点 但是实际上它是不是真的可以 我们被感染到了以后 它可以真的治疗这件事情 确实可能是不太可以的 所以我们才会讲到 就是我们昨天的这个新闻 就是我们有这个新药开发 可能已经达到了某一个水准 就是合成成功合成出来之后 到达纯度97%的这件事情 但实际上呢 这一个我还也是必须要讲一个实话 因为这个新药开发 它从合成 合成是最基本的 最开始最前端的 到真正可以应用 中间其实它的路很长 就一般的我们最常见的 比如说这个止痛药好了 它其实都有发展了 将近十年二十年的历史之后 它经过了安全性的认证 然后毒性试验 然后人体试验 又分成一期二期三期 最后确定 不会对人体有造成副作用了 之后还确定这些剂量之后 它才可以用到最后的末端 而且更何况 我们现在要开发的是一个疫苗 所以疫苗如果说我们使用的剂量 或者是安全性没有拿捏好的话 它反而会造成我们身体里面的 一些副作用 可能会引发我们的一些免疫反应 所以实际上对于这一个新的药物 当然我们抱持着审慎乐观的态度 说这个的确是一个 迈向前的一个很大的一步 但是呢 如果说要在未来的一年到一年半之内 就可以上市来使用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是稍微贸然了一点 好就可能 这个还是一个跟时间赛跑概念